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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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千玺是很专一的 感情线又深又少 说明千玺是一个很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尽管与粉丝之间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感 但是单纯就粉丝与爱斗之间 也说明千玺绝对是一个值得粉丝深爱的人 小鱼对这些手文不太了解 有人说 看手相要男左女右 所以千玺的右手并不能代表什么 但是小鱼又在下方的评论中 找到了一位说得很正规的粉丝 他来给千玺的手文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右手代表后天整天很好 生命文很长 智能线非常好 不长不短 他是那种身而气质 专注力很强的人 正所谓千玺自己所说的那句脑的好使 生命线和智能线结合得很近 说明千玺是一个谨慎内向的人 这位粉丝分享的和千玺本身 真的有很大的相同点 这位粉丝还着重地介绍了千玺的感情线 千玺在感情里不是任性的人 也不多愁善感 是深情而细腻的好人 一帆风顺的感情线 没有太多细 细水深流 再一次肯定了粉丝的说法 千玺本就是一个值得脱缩终身的人 若是他没有走明星这条路 也依旧会在自己的世界里 遇上一辈子都会拥有的人 千玺的感情线真的很不一般 他曾经在某次采访的时候说过 自己或许会在大学谈恋爱 他是一个开明的人 谈恋爱这种事 不是因为他是明星就要杜绝 相反他很乐意 将自己喜欢的人拱之于是 大学谈恋爱